大家好,我是A仔 入版的蔡馬良在7月11日更新了這個轉彈 空中神功,大家千呼萬喚的空中神功本人終於實葬了 支援卡版的空中神功到底有多大問題? 大家應該都知道 角色本人又能不能夠大翻身呢? 還有,新支援卡的女帝,今次的蛋池值不值得抽呢? 一月等我們來看看吧 同樣由這個角色開始,Aer Sagaru 空中神功 神功中長距離就A,差追A,英里只有E 以目前育成的巔峰賽來說,這件事都蠻致命的 你不魔改到最少C的話,育成真的會出問題 成長加成是智力30% 當然,追馬智力是有用的,其實智力任何馬都有用的 智力30%的最大優點當然就是你一張或者兩張的智力卡 基本都可以充到很高的智力 不過要留意,你這樣的加成一定要在力量下功夫 因為後排馬力量不可以低,落力也一樣 如果是你跑長距離的話更加要的 至於固有這個Check up beat 字面的意思就是在最終彎道之後 在中團內蕩的位置 就會看到勝利的機會 在最終直線就會提高這個速度 同時走位也會更加容易 固有發動的條件 其實就是在最終彎道之後 包括最終直線 在第四至第七位 這個是拿九人賽的計算 在第四至第七位 處於內蕩 即是貼近欄杆附近的位置 達成這個條件之後 在最終直線就會開個固有 效果是提速0.35 同時附帶走位速度0.035 應該怎樣去理解這個固有呢? 最終彎道第四至第七位 就不是太難的 如果你這樣也跑不到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贏了 處於內蕩就要看你身邊有多少人 這個是要看腳質分佈的 不過其實又不需要思考得太複雜 內蕩的判定範圍其實就真的挺大的 如果你是跑長距離 長距離有一個技能叫做內變性 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內變性 到底容不容易開就知道了 內變性的發動條件 都是要跑內蕩 但是內變性有用過就知道很容易開 所以這個固有的條件理論是不難達成的 至於走位速度就可以參照一下這個愛例數碼 目的就是被自己開固有的時候 如果前面有人擋住自己的話 就可以瞬間橫移去突破這個障礙 你可以當成為多重保障 不會搞到自己開完固有之後 都被前面的媽塞死了 不過這個固有因為你最主要的都是提速效果 所以最終直線提高目標速度0.35 就當成一般的衝刺技就可以了 走位這件事就只是bonus而已 空中神功其他自帶技能又如何呢 首先金技能有月影一閃 追馬直線的金技版 你刷到雙圈再刷上去就能學得到 除了基準時間3秒比較長之外 就和一般的直線金技沒有太大分別 至於第二個金技就是高揚感 中距離限定 中盤第5至第9位 隨機位置發動的提速技 後排馬專用的 都頗為不錯 其他白技能有這個Pace Up 這個也是個不錯的技能 不過這個視野技測試就不知道到底有什麼用 另一個白藍技都真的挺一般的 所以總合來說 空中神功我不可以叫做差的 特別是因為支援卡的神功就實在太過垃圾了 所以我會覺得是有點失望的 不是因為神功本人差 是因為他的問題是又不強又不差 變成有點平平無奇 一張這麼廢的支援卡 本人應該都會有很大的衝擊力才對 但是神功作為追馬 其實不是太過出眾 因為他沒有太大的亮點 當然你要用是可以的 但是加速技一定要自己補 而且要留意他跑中距離 才可以善用中距離的提速金技 而且要留意就是由於他沒有耐力的加成 耐力有機會不是太足夠 那怎樣去補耐力又或者學過金回復呢 就要自己看點配卡 解決到以上的問題其實是可以用 沒有問題的 不過優秀的追馬本身比較多 又有黃金船又有大進又有玉祖十字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是有點想不到有什麼特別推薦空中神功的理由 所以我會覺得有愛才去抽這個角色 說完角色就來到這個支援卡 力量卡的airgroup 這個氣槽即是女帝 女帝的友情加成就25% 心情即是降勁的加成就有60% 沒有特別訓練加成的 但是有這個耐力加一 數字呢 老實說就不高了 甚至可以說是低了 再看看她的固有加成 當伴曹 即是所謂的情移值 升到80% 即是出彩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力量加一 和這個技能點的加成 但是就算你加上這個力量加一下去 始終都是好一般的 由於友情加成25% 就真的不高了 那麼根據日本那邊的計算 你在發動固有之下 訓練才算有這個SRO的水平 如果你是沒有發動這個固有 是真的SRO也不如 但是她得意率就有65 即是擅長率 這個是不錯的 只不過以力量來說 這個是平均水平 因為特別是平時常用的SRO卡 都是得意率有60左右 所以訓練這件事又沒有辦法太期待了 那麼技能方面又如何呢 這張卡是沒有任何技能的加成的 什麼都沒有的 能夠學到的軒技能 跟SRO版有點不一樣 沒有了地固 沒有了中距離直線這些技能 變成真正後排馬用的技能 包括有這個叉馬直線 有這個我所說的RioCocorro 針對追馬的紅技就依然存在 不過跟SRO版去比較 到底哪個好 這件事就見仁見智 至於金技能送的是 這個叉馬專用的序盤回復技 這個潛伏帶勢 跟速度的SSRO的方幕英雄送的金技能 是一樣的 都算有用的 作為練長距離的話 你叉馬要學金回復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老實說句 力量卡在現今的玉城來說 能夠落的位置是不多的 如果你是跑叉馬的話 一般會落的話 都是落這個力量卡的美麗周日 去學她的金技迅速果斷的 所以都是沒有位置讓你放這個女帝 再加上女帝的訓練能力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不是太想到 現階段要特別去用這張卡的理由 所以基本上我不是太建議去抽 順道再說這個SRO卡 這張智力卡的Glodour City 黃金城 黃金城的友情加成有30% 沒有幹勁加成 也沒有訓練加成 有智力加1 以及固有的速度加1 訓練能力真的算是低的 當然有速度加1 也算是可以提高一點的速度 但是作為智力卡 如果你是想訓練智力採圈的話 真的加得非常少的 同這個智力卡的美麗周日 是有得揮的 即是佔底水平 加上她的得意率就只有35 智力卡來說 當然不可以叫低 但是肯定就不是高的了 所以總合訓練能力就真的不行了 技能方面 軒化身率 即是靈感加成 有40% 學技能有level 3 不覺不失 能夠學到的技能 比較有亮點的是雪波阿加里 有一匹狼和復兵 不過要留意這張卡 就沒有任何比賽和粉絲加成 在目前的育成來說 是相當大的問題 所以總合來說 缺點這張卡就真的幾多下 作為智力卡 就算是SR 卡來說 初心者 你不太齊卡 都不建議用這張 你是會有更加好的選擇 好了 講完角色和支援卡 所以結論 到底今次的蛋池應不應該去抽呢? 簡單說 skip了今次的蛋池 就不會有特別的損失 空中神功 很可惜 是沒有大翻身 大家對她的印象 最多是由完全沒有辦法用的等級 變成平凡級 支援卡女帝目前 真的沒有特別理由去抽 所以真的算了 大家直接去等下個蛋池 是會好些的 其實在早一陣子 6月底的時候 官方的生放送 是有提過 今個月的20號 是會更新這個新的主線故事 一個無論是左看右看 都應該是第一隻的外國馬 望族是會登場的 而剛巧這麼巧 20號就是換轉蛋的日子 到底會不會預視 至少20日會出望族 大家都相當期待 今次的蛋池 官方都應該預計 是沒有人打算抽 所以 這個很可能 真是一個寶風雨的前夕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以上就是日版的新蛋池 角色空中神功 支援卡氣槽 以及黃金城的所有介紹 最後也是一樣 希望以上的資訊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發現我有說錯 又或者有任何意見 有任何想要遊戲的問題想問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的討論區留言 如果覺得有用 記得分享出去 點贊 訂閱這個頻道 和按這個鈴鐺 又或者是Superfans 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A仔 我們下次再見